金山高中艺能班的学生 以柔和的阿美族曲 为今年的台湾原著名族文学奖 颁奖典礼揭开序幕 台湾原著名族文学奖 5号进行颁奖典礼 有不少族人入围多项族别 并且获奖 另外参赛者当中 最高年龄的参赛者 更是已经72岁的 悲难族人陈玉君 他也同时获得了 散文族佳作 以及西施族佳作的殊荣 因为我从小喜欢写作文 为什么 那个没有固定答案 可以自由发挥的 我就玩这个 我就 偶尔想留给孩子们 留给完备们 而在第一次投稿 就获奖的参赛者当中 不乏年轻一辈的作家出现 阿美族人阿朵默 就以探讨现代原住民 跟酒之间的关系 获得评审青睐 是我自己个人 在被贴上 所谓原住民爱喝酒的 这种标签之后 我自己自发性的 想要去探讨说 为什么我们会被贴上 这样子的标签 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是一个 在中文上的造诣 不是很深的人 所以我这一篇 能够得奖我蛮压抑的 而最令人感到佩服的是 太阳族人陈洪志 分别以三个作品 在小说 散文 以及新诗的部分 获得奖项 陈洪志说自己白天 从事体力活 晚上的时间就是自己 可以好好透过写作 说发压抑情绪的美好时光 我们原住民是 其实在台湾社会是属于弱势的 是处于一种常常被 言语霸凌 这种状态底下 那我们有话就可以说出来 那文字是非常柔软的一个武器 好 呐喊 我们可以用文字呐喊 虽然建讯不是很多 可是今年很多的让大家 就让评审们觉得 非常惊艳的 比如说 那安安安的组终于有人投稿 之前是没有人投稿 今年终于有人投稿 然后安美就在今年 十五千年大爆发 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 但透过文学可以反映出 渊敏的各种境遇 主办单位也期待 未来透过原住民族文学奖的平台 继续支持喜欢文学 用记录自己族群记忆的族群朋友 有些新闻 咱们的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